请锁定地球黄金线汽车频道 YouTube和Facebook粉丝团 网路独家内容 由我们的黄金试车组 带给您 宇宙不同的全新感受 我们浮夸系的看完 外貌有分浮夸跟稳重 我们来看稳重一点的 这台你这就是稳重代表的 对对 虽然我年轻 但是我介绍大家这个稳重一点的车 你有稳重气质吗 我本身没有 所以需要车来衬托 首先车名 YAMAHA NMAX 一天就是MAX MAX家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前面 它的前面 因为这几年MAX家族都喜欢做这个 它把灯具往下压 它有点脸谱的感觉 但有些人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呆呆的 就觉得对比刚刚的 它这里的线条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丰富 可是这种车耐看 它其实原本设定就是给 30岁以上的 课程不一样 真的 包含你整个线条拉到尾部这边来看 它都是比较厚实 扎实一点的 它最大的特点 也是正好就是最适合它 也最不适合 你直接上车 我就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 来 鹅帮我们上车 你直接上车 鹅有点 在犹豫 在犹豫 犹豫什么 好 你先把双脚放去 因为你刚刚要上车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你好像快的 要犹豫一下 速度打是一定爬 对不对 好 OK 来 我们下来 接着我的意思 第一 上车的时候 它犹豫了一下 因为它觉得我要跨一个好宽的宽 在思考到底要从后面来从前面 因为它有龙骨 这一台车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希望说 我今天可是提供你一个长程的旅行 你上车不会一直上上下下这样子 车体刚性要够 你可能一上去你就骑个几十公里 然后你的车体的刚性够 不管刹车加速 过弯你的稳定性好 是它要诉求的 可是我们的饮料其实不好摆 台湾人需要开放式的空间 有保特品可以 对 但是 所以这真的跟在地开发的 那个属性它们的使用性 这个是汽车里面 我们讲的马鞍 鞍部 就会不一样 所以那个鞍部 或者是说你常说 我们讲后座的时候 你因为四船的关系 所以它会有一个容器 会牺牲掉我们的一些便利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它这么显而易见的 我们讲OK 不适用 缺点的话 为什么要在台湾进 因为你刚坐上去的时候 我想问你 你觉得坐起来的感觉如何 舒服吗 其实还蛮舒服 有种包覆感 对 因为它的空间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我觉得 它很大的最大优势就是像我 自己本身其实我不喜欢 起太长土 因为我觉得屁股会马会不舒服 但这种就很方便 你看刚刚这样一路看过来 那两台都是有类单座的感觉 可是那个一定都太小了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舒服 而且我们没有完全舒适 它也是ABS版本 对 它的安全性也够 然后重点是我们刚刚讲省油 它也有随人引擎 它也有怠速启停系统 它一公升也是一个 45公里以上